《我們的父親》 這個就是來自Netflix的一套真人真事紀錄片 就是小弟在前天晚上回家時看Netflix 看到這一套《Our Father》 覺得頗有趣 其實他現在在香港Netflix的Movie排第四名 也有很多人去看 我看到同事都說聽過名字 接下來會去看 所以會不會劇透呢 也不關小事 因為它是紀錄片 其實是真人真事 但這個紀錄片為何這麼有趣 就是因為這件事實在太過 你幻想不到會發生一件這樣的事 其實顧名思義 《我們的父親》 即是說有個父親有很多兒女 所以叫做《Our Father》 整個故事是追溯在美國 有個女生叫做《Jacoba》 其實在紀錄片裏面 她算是說話最多的人 因為她在紀錄片裏面 其實找了很多不同的受害者 去發聲 《Jacoba》就是這件事 《Jacoba》是眼鏡蛇? 是呀 不過她的名字是Jacoba 她是第一個揭發這件事的女士 發生什麼事呢 她本身是家裡的毒女 Jacoba 因為她知道她父母 當她生他的時候 其實有不育的問題 所以那時候要透過一個捐贈者 才可以刪除她 好了 一直都沒事 可能爸爸有些問題 有很多問題的 未必是一定不育 可能她不夠精子數量 又或者性行為 有些事 又或者乃了新冠 像袁教授講 性能力沒有了 很多原因 好了 找了一個套養 之後就刪除她 一直都沒事 但是長大了 Jacoba想覺得 我其實會不會有機會 會有些其他兄弟姊妹呢 假設說我當 這個比喻好像不太好 蔡神捐了一些精 給你家 但因為阿通不是女士 阿通也有捐的 我們假設阿通是女士 蔡神捐了一些精 被阿通是女士 所以刪除我 我不認識蔡神 然後我就在想 不知道我的 Biological的爸爸 是誰呢 又或者我那個 Biological的爸爸 即是蔡神 他會不會除了捐精給阿通之外 他也捐過給其他 那些其實是我的一些軟房 不是軟房 其實都是related的 有親戚的關係 姐妹 其實根據他們捐精的做法 一個人最多可以捐三次精 因為如果你捐太多 他就怕你亂倫 因為你全部分配 在同一個社區裡 原來阿爺 我姐姐我不知道 正在旁邊說 哪個文青又說 我妹妹 我又不知道 很危險 所以每個人捐三次 大過了 Jacoma就說 讓我去做DNA的測試 看看我有沒有兄弟姐妹 他驗DNA 為何會知道有沒有兄弟姐妹 他們現在有些快測的DNA 一整完擺在網上 就可以顯示 你有多少個親戚 親戚 你related to 誰 類似的東西 他做完DNA測試的時候 一看 為何他的分支 兄弟姐妹 多過三個人 他開始有點疑惑 因為他家是獨女 他沒有其他姐妹 即是哥哥 姐姐 他爸爸不育 就靠捐徵者 給了他生命 他就應該理應上 只有他自己一個 就算你說 那個捐徵者 即是我們 他的兄弟姐妹 七個 那時發現 我知道 師生子 好像阿通 阿通經常捐徵 不過阿通捐徵 捐下去坑渠 如果港大在那裏抽污水 很噁心 嘩 嘩 嘩 這麼激 阿通 他的性能力有問題 因為 我們的比以上 沒有問題 他生不到我出來 要靠蔡神捐 那你捐徵那個可以偷吃 如果他無端端去完酒吧 好像豆爺 然後去到酒吧 嘩 嘩 嘩 那個人不屬於捐 他跟別人性交了 性交了 那個人打了肚子 然後又生多一個出來 都是來自他 因為 你要成為一個 合資格的捐徵者 不可以搞事 不不 有requirement 例如 最簡單就是 你身體一定要沒問題 我想捐徵 或者我想捐血 捐血 有些人說 我捐他不收 不好意思先生 你平時可能吃煙的 或者可能你本身有什麼糖尿病 或者什麼病 不好意思 我們不可以接受你的捐血 再複雜一點 我有個朋友 在英國讀書 好像你這樣 他問他 你在英國讀書 你幾多年到幾多年之間 你是不是在英國 對呀 因為不給你捐 為什麼 因為那段時間 英國有風流症 他不是說你有 他怕你有感染到 或者 甘無謂污染的血液 變成 就好像 斗爺那樣偉大的人 都沒有得去捐 所以斗爺捐不到血 就不斷捐徵 哦 哦 就這樣 現在和以前不同 現在科技很發達的時候 可能大家上網 我當作找一個捐徵者 可能你已經看到 有照片 知道他做了什麼職業 他有什麼眼睛 顏色 頭髮是怎樣 你可能一目了然 但在案發的時候 當時是1985年 1985年的時候 其實人工受任 是必須採用新鮮的精子 基本上可能你 我當 什麼叫新鮮 就是說可能 我是個女士 我躺在這裡 準備要接受精子的注入 可能就要捐徵者 就是蔡神 可能隔壁 他就要立即自衛 就要做些新鮮 甚至他們保存不到精子 那用什麼這麼煩 立即來 那不行 真君 我見 通常傳給我的新聞 都是說 不知什麼是印度 還是哪些國家 那些捐徵者說 不用麻煩了 直接來一次 老公出去 你老婆留下 然後就直接 打一飛下去 搞定 有沒有看許滾民那部戲 我忘記了什麼 說他國內來賺錢 整班本來是做街頭騙案的 後來就去捐徵 還沒得志 先生你得了嗎 還沒得志 給我多一本書 給我多一本書 1985年是要新鮮 要新鮮的 保存不了這麼久 然後開始就離了 他發現了七個兄弟姐妹 初初很疑惑 但會不會像蔡神說的 不關事 可能他自己在外面 經常中出其他人 或者他自己和家裡也有其他小朋友 會不會是這樣 經過多番調查 發現他這七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 全部都是來自同一個生育的醫生 去幫忙做的 你要做人工受孕的時候 找醫生幫忙做的 他就發現這七個兄弟姐妹 全部都是來自同一個醫生 即是醫生找親人捐 也是找那個男人捐的 意思是嗎 不是 醫生是幫人去找捐精者 例如我是那個醫生 因為那個醫生 信譽很好 他最出名的 就是幫人做這些人工受孕 例如說我信譽好了 很多人找我 我就幫他去配對 例如說你什麼 藍眼睛金頭髮 或者我喜歡高一點的 我便嘗試幫你去找東南 聽說有七個業主買樓 都會經過同一個經紀 那我信義良好 那為什麼醫生要這樣做 是懶惰 還是覺得那個男人的腫子很好 為什麼要打破這個規矩 現在就講出答案了 打破規矩 他說為什麼會找到同一個捐精者 七宗東西都是找同一個男人捐 意思是 因為另有別情 他是找這間診所 這個醫生是幫忙 但不是全部來自同一個人 本來他們以為 即是說我和七個同事一起買樓 我們找蔡神 因為蔡神是一個良好信譽的agent 他就幫我們去找樓 賣給我們 你不關事的 不是你捐的人 不是醫生捐 醫生是找同一個捐精者 為什麼要找同一個捐精者 捐七次 因為故事現在就講了 答案就有了 簡直不是找捐精者 原來是醫生用自己的精益 去捐給這七個人 全部是自己的精益 但他們那些是完全不知情 有幾種情況 有一種情況 例如說 阿通完全是性無能 完全沒有精子 真的需要靠一個捐精者 去幫他生嬰兒 有一種不是的 有一種有些個案是這樣的 很多個案是說 阿通其實他不是性無能 但可能他比較弱 可能他要連續打幾次出來 或者醫生要幫忙 再鑄進去 直接進去卵子裏面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才能生 有些就是以為 有些案是真的很慘 有一個是到了四十幾歲 才發現 突然之間 原來根本他不是用爸爸的精子 原來根本我不是爸爸生 我是塞散那個醫生 那裡拿回來的 根本我跟阿通完全沒有血緣關係 為什麼醫生要這樣做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暫時沒有人知道 長話短暑 不斷發酵 不斷發酵 這件事是真人真事 到了今時今日 現在醫生還在生 那個醫生叫Don Klein 醫生還在捐 不是吧 他挺勇 Don Klein 在他七八十年代的時候 剛才我們說的 他有一個好 八十年代 一個信譽非常之好 一個名醫 基本上那個年代 如果你在美國那個地方 你想要找人家幫他做人工手運 一定會找Don Klein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人找他 到今時今日這套電影播出的時候 現在暫時發現到 我給蔡神猜一下 剛剛我們說了七個人 用了他的精液 這七個人其實他們是兄弟姐妹 基本上 全部拿一個老爸 是不同老母 這些精液全部拿自己的醫生 你猜一下去到今時今日 發現了幾多個個案 全部都誇張 即是如果那個 不斷捐贈 Clober再一次按電腦的話 他不斷按 應該有幾多個走出來 不斷搜尋 他的身邊 不斷增升 那些孫子的數目 如果當他 不啊 如果他一年七件 那十五年 你不就當 成百 應該不止的 成千個 94 即是一年打七次飛機 94 但94個都未是 15乘七不是一百 現在還未解決 因為 在現有的法律下 Don Klein 是受不了制裁 因為第一 我都沒有強姦你 我沒有直接 你不受願意的情況之下 因為強姦 我沒有擠入裡面 要暴力 要他沒有共同 我又沒有暴力 最多你說我沒有共同 但我沒有暴力 總之 簡單來說 在現有的法律下 拘捕不到Don Klein 那 那 他八十多歲 因為Don Klein 他是一個 又是一個 類似 教父 一個 有名望的人 有名望 在他的社區裡面 得高望重 哎呀 Don Klein 好什麼的 好虔誠的 他幫很多人 他醫了很多 有地位 有名譽 有關係 有財力 所以 最初這個Jakoba說 跟我們的立法會議員一樣 都是這麼崇高 所以最初Jakoba說這件事 沒有人相信他 他投訴 報警沒有人相信他 是直至在美國 有一個電視台的女記者 她信了個故事 慢慢查 慢慢查 才爆了這件事出來 其實在近年美國 有些 reality show 都聘請過這些 siblings 出來 說 暫時 仍然受不到法律制裁 仍然活生生 他都很老 他都百多歲 這百多精彩節目 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